所以说才有了看到这两只病病歪歪的海东青之后 这康熙皇帝才如此发作 就是想借此事啊 狠狠的敲打一下这个八儿子 您好我是昆仑六十 欢迎您来到我的书场 听我一个人挨这儿求没道 书接上文 咱们是继续聊康熙年的碧莺事件 要说这碧莺事件它并不复杂 就是八个印寺 给自己的皇阿玛康熙皇帝尽献的两只捕猎用的海东青 这海东青咱们上文书也交代过了 就是一种能捕猎的猎鹰 可是这岔头出在哪呢 这岔头就出在这两只海东青 尽献到康熙皇帝眼前的时候 已然奄奄一息了 康熙老佛爷一看勃然大怒 因为在满洲的习俗当中 这是大不敬 是对父亲对皇上的诅咒 不过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还发现过另外一种声音 有人说这里边没那么复杂 这就是这八爷印寺 他骂贤接 他怎么骂贤接呢 他送他爸爸两只快要完了的鹰 那就是借这个谐音咒皇上的 什么谐音呢 鹰完了 他的意思说这康熙皇帝也应该完了 那这种说法就有点太民间故事化了 并且呀汉话很严重 怎么还玩起谐音梗来了 甭管是哪种传说吧 最后结局都是一样的 这康熙皇帝很生气 并且给了这老八印寺啊 很恶毒的考语 翻出了旧账 继续拿印寺 那死去多年可怜的母亲说事 重提那个恶毒的话题 说这印寺啊 是辛者库贱负所生 并且呀 最后还决绝的说 朕与印寺 父子之情自此决已 那这里边啊 他问题就出现了 这鹰啊 是印寺 找了鹰把是精心调教并挑选的 这两只海东青 离开印寺到皇帝身边 也无非就是从昌平汤泉啊 到密云花玉沟行营这一百来里路 并且呢 这一路上还有鹰把是和太监照顾着 算来呀 是怎么也不会出现呀 到了康熙皇帝身边之后 这鹰就奄奄一息了这种事情发生 那要是这么说呀 那这里边就肯定有人做了手脚 那我们最先能排除的 就是印寺和印寺的手下人 首先呢 这老八绝对不会这么笨 这老八心里轻冲啊 在一废太子和二废太子的事件当中啊 自己已经很不招爸爸带进了 这会儿的八爷印寺啊 要是还真有夺敌的心 那是绝不会做这种愚蠢的事 给这康熙老皇上送海东青啊 那完全就是拍爸爸马屁 他必然是想得到啊 一个好的结果 那有人就说了 那就不能是这八爷印寺 干脆破棺子破碎了 送给爸爸死鹰啊 就是想抒发一下自己心里的不宣分 不能 我想啊是绝对不能 他不敢呢 为什么不敢啊 要是在康熙四十七年以前呢 我想这儿子跟爸爸犯点小脾气 他倒是还有可能 君臣吗 他必定是父子啊 再怎么着 这里边还有一道天伦之落 可是要我说呀 现在他肯定不敢 四十七年以后 这八爷印寺眼睁睁的看见 皇太子应仍两次被废 大阿哥被终身圈禁 累得这十三阿哥也吃了瓜闹 现在啊还在高墙之内圈禁 什么时候放 一点信都没有 这印寺要是真想 借着这两只病泱泱的海东青 跟爸爸那儿啊 讨这嘴上便宜 那他呀离被圈禁 我看的也不远了 那有人说 是不是十四阿哥呀 康熙的儿子里啊 这老十四可是也非常想继承皇位 也想做皇帝 一直到这雍正登基以后啊 还是不消停 所以才被雍正圈禁了 这话呀说的有道理 可是按时间上算啊 对不上 因为在康熙五十三年的时候啊 朝中的八爷党啊 还是一棵大树的根深蒂固 这十四爷印体呢 即便有这份心 他也不能漏 那会儿的老十四和老九老十 还是八爷的小迷地呢 属于八爷党的骨干 所以说呀 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老十四没有关系 那么会不会是其他有夺敌之心的人呢 比如说这老三印旨和老四印针呢 我总觉得呀 当时凡是不在这康熙皇帝行营的人呢 即便呀 有干这种事情的心 他也猫不上边 您想啊 这老八印四 给父亲送海宗经这件事情 他还一定要写信通知一下 在经里的四哥和三哥吗 必定啊 这两个人 他不是八爷党 哎 既然不是自己人 那便是正敌 这种事情 做事阵迷的老八 绝对不会告诉别人 其实这件事情啊 在前些年 我最大的猜测 我认为最有可能干这件事情的 就是太子党 有人说呀 打住吧您 这都康熙53年的 哪还有太子党啊 早在这一年以前 黄太子应仁啊 第二次被废 所谓的那些太子党啊 该拿拿该杀杀 这不是去了根了吗 托贺齐耿索图 这些太子死党都下了大狱 就连啊 十三阿哥印象 也被认定为太子一党 被高强圈进 这里边朝野上下 现在能见着面的 他已然没有太子党了呀 这种说法 他也对 也不对 大伙别忘了啊 这太子党里边啊 可还有一个重要的狠角色 就是这个大内总管 梁九公 梁九公因为也参与了 托贺齐会引案啊 受到了康熙皇帝的惩治 这其中啊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啊 这梁九公被关到了畅春园的三间小房里 没过几年啊 羞愧而死 不过呀 在永仙路当中是这么记载的 说这个梁九公啊 被关在了景山 直到雍正元年的春天 二月份才上吊自杀 您也别太当真 这永仙路啊 它也不是什么证实 总之这梁九公吃了太子的刮烙 这最终啊 也是没烙着好下场 八爷印寺把这两只海东青啊 送到了康熙的大营当中 能够直接接手的呢 无非也就是鹰把式或者是太监 在这几个太监当中啊 那就保不齐 有梁九公的人 虽然梁九公死了 哎 或者呀 现在正在这个小黑屋里捐着呢 但是这会儿啊 在皇帝身边啊 就保不齐 有太监呀 是他的死忠坟 干儿子什么的 因为这太子二次被废啊 完全是因为有人举报了 托其饮宴案 这才导出了太子 这件事情啊 正是八爷党举报的 所以说呢 无论从哪方面讲 这扳倒太子党的人 那就是八爷党 有这么个机会啊 陷害一些人印刺 对这群太监而言 那并不难 我看呢 有的相关文章里说呀 是这想让这个鹰生病 让他成这个奄奄一息的状态 难了去了 因为这猛禽猛兽 我都生命力顽强 哎 说这路话的人呢 一看他就没养过鹰 学都我不一样 虽然我没养过鹰啊 可是我朋友养过笋 俗称就是巧鹰子 就是抓鸟用的猎笋 这种猛禽啊 特别怕惊吓 并且还特别敏感 爱生气 自个儿啊 能把自个儿气死 现在啊 咱们身边啊 已然没有养这个的了 因为他违法 不过呀 您可以看看那个探索频道 Discover 那里边啊 不是有一群那个阿拉伯人 还玩这个吗 您看这鹰啊 头飞起来之前 这脸上啊 都套着鹰罩 就是啊 怕他受到惊吓 烂扑他烂撞的 伤了自个儿 我的意思是说呀 有人要想 加害这两只海东青啊 都不用投毒 吓唬吓唬 哎 也就差不多了 不过这两年啊 我的认知有改变了 我觉得呀 不会有人因为一个废太子 一个已经被拘禁的太监总管去冒这份险 那么究竟是谁利用这两只海东青来陷害这八个印刺呢 康熙 对喽就是康熙 好去 这挺大皇上 那句话不知道吗 这家有万贯的 他带毛都不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呀 他只要是活物 生死难预料 说尽限您个花瓶 半刀菜了 您找着责任人 哎 是不是这奴才们 他不仔细 不小心 这活的东西要是死了 那还保不齐 他气数 他就到这了呢 崩登 仓 这海东青啊 他心机更死 这种情况 他不是没有可能 也就是说呀 这康熙皇帝 不应该因为这两只鸟 就生这么大的气 这完全有伪常理 要说起来呀 皇老爷子这两年 他为什么不高兴呢 其一呀 就是这太子英人 他足足培养了 四十年的皇位继承人 也甭管什么原因了 总之啊 是迷失在了政治漩涡当中 那这种漩涡 这种结局是谁造成的 那还不是诸子夺迪吗 暗地里掩真太子的 大个印之 勾结江湖匪类 结党赢私的八个印四 最可恨的就是这印四 因为在康熙皇帝心里啊 认为自己啊 临朝五十载 君君臣臣的 在这帮臣子的心里啊 那自己的地位 应该是高山扬子 可是就因为啊 推选太子这一件事 这皇上算是惊着了 这些个臣子啊 平时嘴里都是君君臣臣 可是事一来啊 一下子都倒向了印四 这自己呢 越是和满朝臣公说呀 不能再选运四了 他们越是顶风作案 给他写推荐信呢 而且呀 这太子印人 最后挨着这一闷棍 就是八野党打的 举报托克奇会议案的人 就是这八野党的成员 景熙 他就是这个八福晋的亲舅舅 这印四的司马昭之心呢 那简直是路人皆知 这康熙皇帝想起来 恨得牙根的就拔杖肠 康熙皇帝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印四心里啊 既无君臣之恩 也无兄弟之情 你这臣子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嘛 本身就是君臣 你们之间的又是兄弟 太子千错万错 但是从常理上啊 作为兄弟 你不能做的这么无情 所以说才有了 看到这两只病病歪歪的海东青之后 这康熙皇帝才如此发作 就是想借此事啊 狠狠的敲打一下这个八儿子 这说说至此啊 我想您也听出来了 白印四遭受如此的雷霆之机 也可以说是不白之冤吧 完全是因为啊 前面的事做得太过了 活该 所以说呀 我觉得最起码到康熙53年的时候 这老皇上啊 不糊涂 得嘞 天不早了 这毕英事件呢 我也给您分析的差不多了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啊 咱们要聊聊这雍正登基 致命 致命 优优优独播放 controll